刚才念过哪些选手的名字 20个字 带的马姓 斯文 马东杰 时间到 输了 你的记性真的不咋地 这真的是宰宰写的 宰宰写的 宰宰 上次你把他叫出来吧 对啊 希望他能多多一点招 招不能太过重复 就是丰富性 当然他有他的风格 他有他的招牌 我觉得不能 总用这几个吃遍以后 签下 吃遍各种 对 因为现在的 Breaking 要求太高了 如果想要走得远的话 其实他的那一点 是完全完全不够的 宰宰是挺可爱的 对 很可爱 而且他其实 我觉得很有天赋 他的身体非常有天赋 他的那些柔韧度 普通B-B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他能利用好这点 再好好的努力去 发挥出更多他的风格 他的招的话 这么好的 而且他也年轻 嗯 不要停下脚步 对 还有大把的时间去练自己 昨天他在Battle当中 我觉得你说完了以后 他试着 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每次做品确实都还是融合的挺好的 他还是在努力 嗯 就包括五种融合的那一场 你也能看到说在在在努力去做 也能感受到就是那一场的 排练和准备的东西没有那么够 有可能他有心无力 或者怎么样 嗯 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还有是我还挺希望他 再多去练练基本功能 因为像凯哥的TOPRA跟FOODWALL 还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轻盈 就是变数很多 BBY好不好 TOPRA跟FOODWALL就能看得出来 最后耕队作为四季元老 见过那么多的舞者 那么今年的年轻一代 你们觉得除了舞蹈能力外 还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呢 你的建议是什么的 其实我没什么太多的建议 从第一季节 我一直到现在 看了很多的一些 优秀的舞者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过程 一起经历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挺 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尤其每次录完最 到最后的时候 就哎呦这么快怎么又录完了 嗯 就是觉得还会有一些不舍 对 就是期待说明年又有什么样的 舞者能 参加这个节目 又给我们中国的街舞 又增添了什么样的新的血液来 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些期待 通过这个街舞内认识了很多的一些 舞者认识很多一些好的朋友 都变成了好的朋友 还是 挺开心的 这五年还是挺开心的一个过程 嗯 哈哈哈我很喜欢斯文 他从开始给我的感觉是跳舞的时候 是完全变一个人 但是他采放的时候都是 喜欢藏在一个角落 很让我想起我最开始出道的时候 我特别腼腆 你让我说话 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特别害羞 也不喜欢 这种注意力在我身上的 嗯 那个时候我也有过 这种 所谓的前辈就过来 多鼓励我 让我把这种 很紧张和射控的那一面就放下 所以我会是想要给他多一份温暖 喜欢低调一点的 舞者 对 斯文每一个舞台 我真的嗯很喜欢 我的这个队不是要选一个动物吗 我选择了一个变色龙 我觉得斯文太想个变色龙 啊 对 他上一次那个 zikins 的和那个 赞多的那个合作 他只是做一个帮工的 不管是做什么 他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认真投入 做什么像什么 哦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对他角色扮演非常的准 对很准很准 昨天有一轮是马东杰对周玉祥 其实我 心里是知道马东杰肯定是赢了 但是我 其实给了周玉祥 嗯 就是每次盼的时候 我是会想的比较多 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当时跳的很好 但我又会想 他跳这个音乐 有没有对方跳的好 或者说他有没有在这个阶段 他有没有比之前在跳的好 嗯 肯定大家觉得会很奇怪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想说 他其实发挥很好 但确实体力有点限制 嗯 但我还是想鼓励他一下 确实是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情 不奇怪 没有 你不要觉得奇怪 完全没有 完全不奇怪 真的完全没有 你所有battle 你判的结果和你打的分 你回头再琢磨 你都有推翻他的想法 对 而且很多时候 可能有很多主观的感受 确实有些不一样 你看叶音判了一票 他判了一次之后 过了一个月 他还能说那个事 哈哈哈 真的 一个月后 就突然我们吃饭的时候 哎呦这个 哎呦 我还是觉得我那一票 其实我可以给这个的 然后能想很久的 这个真的很正常 battle 就当时的临时的 一掐大的感觉 感觉 对 对 hello idziko we are here in my practice home we practice for my final show with some great dancer so let me introduce you them 我叫浩元 我是三水 我是三水 微姚 Los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波 马宁 大家好 我是加成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 谢宇舍 嗨 我是焦尼 大家好 我是可欣 我的最好的朋友 一位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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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hka 你好 我的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 我的兄弟 Derek 最好的角色 我已经说了 谢谢 这是非常有趣 我一直以为我跳舞 Ziko 所以当Ziko问我 Roshka 你愿意和我 和我的频道 我认为 我认为 当然 我愿意做 我愿意做这个 我愿意做这个 谢谢你 我的兄弟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愿意和我跳舞 因为它是我的喜爱 我们没有机会 我们也会做 我愿意做 CY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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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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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有那么憔悴呢 也折磨坏了在这儿 没事我们都坚持好几年了 赞独很厉害 赞独很厉害 专业的 世界冠军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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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里面全是那个 全是 全是动作 是的是还popping了一下 四五 五 八 一 二 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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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呀 厉害呀现在 这也太狠了 我天呐 哈哈哈哈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团剑之旅 正式开始 好 耶 好好好 哎你挡镜头啊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惊喜大餐 食物呢 不会是要游戏比赛拿食物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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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在韩康队长的带领下 大家已经都不遵守规则了 啊 BREAKING WACKING HIP HOP 对了 对了 你刚对了 我都对了 对不对 哦 哦 哦 哎哎哎 下去 下去 哦 掉了 这个游戏叫做酷盖大赛 几位队长 不能笑 只能保持一个状态 然后 我们要选选手 上来想办法把你们逗笑 王总来打个样来 来 准备 三 二 哈哈 哈哈哈 加油 大师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王总 为我们带来教科书式的强硬的搞笑